虽然咱们蓝宁王被削了,导致现在对抗路蓝宁王辅助蓝宁王前期特别特别不好打,因为很难打出优势。 但是对于打野蓝宁王来说,他或许是一个加强。 因为这次调整让蓝宁王在中后期开始,他的攻击力是比以前还要高的。 所以咱们现在蓝宁王打野,我教你们一个办法,四分钟之前就窝着,啥事都别干就发育了。 这次调整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到了后期,射手一件防御装是蓝宁没办法的。 前一件防御装,蓝宁王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,但现在不一样。 一件巫抗,蓝宁王照样没有,就是这不霸道。 但是前期就要像我这个样子猥琐一点。 要不然就像刚刚这个样子,一套技能下去掉了那样格险,怎么打怎么打。 那么差不多到什么时候可以出山跟以前差不多呢? 我告诉你们,就是把二级打野刀出了,然后小允星做出来了。 就跟以前差不太多,只能说差不太多。 四分钟一过,开始买地图找财险打。 刚刚找到一个加罗,估计想回家。 是不是你啊?你是不是想回去啊? 隐身,走。 对面打野可能要来的啊。 幸好,刚刚我的那个允星已经做出来了。 那么现在,秒跟加罗其实是没问题的。 蓝宁王打野,前期伤害是一出的,到后期就不够。 这次合拯就完美,解决了这个问题啊。 前期伤害差一点,没有关系啊,后期伤害给我就行。 现在加罗要复活了,那这就蹲好。 来了,看到没有,够的啊,恰好够。 换一种说法,从现在四分半开始,我的伤害会越来越高,对面会越来越吃不消。 加罗没了,我就发育了。 南buff刷新,加罗复活,怎么办? 虽然小地图上还没有加罗的影子,但是我知道他肯定要来,绕过河道,这一波小团战,直接走到加罗面前。 来,现在一套技能恰好,上一次加了一个普攻才死,这次普攻都不用加了。 我回去刷我的南buff了,你们别打了,后面打野跟奶妈来了。 这里肯定能打,因为我们上路有四个了,虽然说没了一个。 但是赵云元现在没大了呀,为什么不能打。 对吧,咱们伤害会越来越高,越来越高。 加罗又复活了,但是现在很有可能他会回中。 这个红buff不能要。 因为如果这加罗跟王兆军一起来看红buff,我估计就跑不掉。 他真的来中路了。 看我的,然后过来。 但是这回这小子有闪现,算了。 先放他一马,他有闪现的,没必要。 哎,反正你打他呀,你回去干什么。 哦,他没打,那没打就算了吧。 算了,我走,不给你打了。 因为这玩意现在不值钱。 我们家又不是个顺风,我打他,有点划不来。 是这么个道理吧? 猪要一样,肥的再杀,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 毕竟这把队友好像是不太行的。 好了,现在发育的差不多了。 绕了一圈野区,加罗再红圈。 赵云,过。 奶妈,过。 后面有个加罗,就不过了。 不用想的,直接秒。 帮一下,又打起来了。 我又不来,估计又得死两个。 你们打得猥琐一点,不要这么高。 我再来找一下加罗的位置。 这东西啊,不敢来上路了,去陷路了。 没事,看我的。 现在上路有限,这加罗肯定想着来吃的。 陈耀金给我走开,不要来了。 等加罗。 哟,你怎么还敢往前呢呀? 你什么意思啊? 诶? 谁的闪现掉了? 打完一个,接着绕。 金金就不管我的事了,我去找加罗了。 还是上路,上路这里有过线,肯定要来。 好像没什么重见,不会不来的吧。 这红buff我也不打了。 咦? 伤害怎么是很高的? 你要知道,这个时候的加罗已经在做肉了。 这上路真的就一个人都不来。 兵线都快推到家里去了,都没人来。 还唱一下,这王兆军是做了件兵心的哦。 不过还是一套技能可以带走。 这加罗现在已经不敢出来了。 你怎么这就出来了? 这个加罗现在做物抗也没有。 因为现在的我伤害比以前高很多很多。 再来做个实验。 就拿这个兆云来说。 话以前肯定打不死,对吧? 好,现在也打不死。 但是王兆军他本身就有个护盾,对吧? 比如说一般的射手,你就出个不行。 就好像这把的加罗,他一点用都没有的。 加罗做了这个东西的,还是被我秒了。 86号是否直向我的故事任何人受脱的原因 Allison回答了。 你什么保离了? 猜慈吗? 留言ист多不要�스� Indians neuralут呆劑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